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Lainster 在今年1月的时候,欧美知名的神秘学家尤里·盖勒突然语出惊人 他说,自己透过摇尸功能搜寻全球的海域之后 发现了圣经中流传千年的宗教神器——约柜 尤里·盖勒的故事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 他在早年的时候是被CIA认可的超能力者 但是他的一生都被冠上了魔术师的头衔 对于消失了至少2000多年的约柜 他说,他看得很清楚,约柜的外观保存良好 每一侧都有四个金环 他也相信这一发现将会彻底的颠覆全球的历史 并且终结基督教内部中流传千年的教义分歧 虽然如此,尤里·盖勒并没有透露详细的地点 只是暗示约柜位于以色列 失落的约柜是圣经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对于信徒们来说,约柜里装着上帝亲手书写的实戒 隐藏着上帝与人类的终极连接 然而,3000年前的某一天 失落的约柜从圣殿里神秘地消失了 从此成为了考古学界最大的悬疑之一 约柜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摩西那个年代 摩西带着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前往迦南地 也就是今日的圣地以色列 西岸和加沙加上临近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领海部分 他们扛着约柜穿越了无尽的旷野 后来靠着神奇的力量渡过了约旦河 还击退了无数的敌人 每次遇到危险都逢凶化吉 传说是因为约柜有着巨大的力量 但是现代科学则认为约柜是一个高科技的产物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如今真正的约柜又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失落的约柜 时间回到3500年前的埃及 寄人篱下的以色列人的子孙越发兴旺 法老见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就开始迫害他们 甚至婴儿都面临着被杀的危险 当时刚出生的摩西被母亲装入了一个箱子 放到了尼罗河顺水漂流 把她的生死交由天命 结果这个婴儿被埃及的公主捡到了 并且带到皇宫抚养成人 学习了一切的埃及学问 时间飞逝 40岁的摩西因为杀了一个埃及人而惹恼了法老 而另一方面呢 他又遭到了以色列人的排挤 诸事不顺的摩西便逃离了埃及 并在东部的旷野中取妻生死 过着游牧般的生活 这一眨眼40年又过去了 这时的摩西已经80岁了 一天摩西在西乃山帮岳父牧羊时 忽然看到一处荆棘燃及火苗 可是任由火怎么烧 荆棘却也烧不坏 出于好奇心 摩西便走上前去查看 却怎知从荆棘中传出了一个声音 让他不要再前进 还必须要脱下鞋子 因为这里是圣洁之地 这天摩西遇到了上帝 上帝告诉摩西说 他曾经应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 会赏赐他的后人 一片宽阔的流淌着南与密之地 迦南地 这些子民会先在其他的地方受苦400年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 上帝见这400年到了 便让摩西回到埃及去见法老 并带领以色列的人的子民出埃及 本来摩西也是心惊胆战的 毕竟他逃离埃及已经40年了 但是摩西还是来到了埃及 请求法老把以色列人放走 不要再奴役以色列人 结果法老根本就不信服上帝 反而还变本加厉地迫害以色列人 于是上帝将食灾之苦于埃及 让埃及人痛不欲生 法老这时候才硬着头皮让摩西走 于是摩西领着60万人前往西乃山敬拜上帝 我们知道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可没有那么容易 就像西欧记里的故事一样 要去西天取经就得经过9981次大难 而摩西和以色列的百姓也一样 他们没有想到在离开了埃及之后 在前面等着他们的正是一系列的考验 摩西和以色列人刚走出埃及不久 法老看到搁置的工作没有人做就后悔了 于是就派遣兵马追赶以色列人 追着追着 摩西和以色列人来到了红海 他们眼尖无路可走了 后面又有法老的追兵 百姓们觉得这回可要死在旷野了 结果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上帝让摩西举起杖 红海马上就从两旁分开了 中间露出了干涸的地面 就这样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过去了 继续前往西乃山 根据出埃及记 以色列在旷野一共40年 他们的确经历了多次的失恋 要知道旷野可没有耕地 也没有庄稼 而他们又是在匆忙之下才离开埃及的 所以食物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问题 好不容易他们来到了马拉 虽然这里有一片湖 但是湖水却是苦的 根本就不能喝 这些百姓们连续赶路已经很累了 如今又沦落到了又饥又渴的地步 有的人就开始抱怨了 倒不如就死在埃及的食灾中啊 至少还可以在肉锅旁吃到饱 摩西听到后就非常生气 于是又向上帝求助 于是上帝通过摩西显神迹 让他把一棵树扔到湖里 结果水马上就变甜了 而且晚上还有安纯停在扎营处 让百姓有肉吃 到了凌晨 天上还降下来了一些露珠 落在了地上变成了一些小圆片 以色列人把他们称为玛纳 也就是上帝赐给百姓的食物 在旷野的40年间 除了安息日之外 上帝都会降下玛纳给以色列人吃 他们并不担心明天没有玛纳吃 大家都按照自己的鸡泡收取 也就是每人一额美尔的玛纳 减的数量都必须按照自家的分量减 多减的自己会烂掉 减少的也不会缺乏 每个人就是给你一额美尔 额美尔是以色列人用于计量器具的单位 按体积计算 一额美尔就等于2.2公升 当时一额美尔就是一个成年人 一顿的饭量 但有传说 约贵给以色列人制造了源源不断的食物 让他们在旷野中生活了40年 因此有人怀疑 约贵是高科技装置 可是从实践上来推断 这时候的约贵应该是还没有被制造出来 所以能够制造出源源不断食物的 只能归功于神的力量了 那么约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根据记载 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 过红海到旷野满三个月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西乃山的脚下 上帝在此第一次吩咐摩西上山 并且赐给他了两块法板 上面刻着十戒 是以色列人必须严守的十条律例 然而摩西下山之后 却看到以色列人舍弃了上帝 竟然在崇拜一只金牛犊 摩西引气之下 就把这两块法板给摔碎了 但是后来 上帝再次给了以色列人第二次机会 摩西再次上到西乃山和上帝立约 这次摩西按照原本的十戒 刻了两块新的法板 上帝还吩咐摩西打造一系列的圣物 其中就包括约柜 就是用来装着两块法板的 约柜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工匠们按照上帝吩咐摩西的打造了约柜 打造的尺寸 使用的材料 细节等差一点也不行 按照现在的尺寸测量 约柜长110厘米 高70厘米 宽70厘米 由质地轻盈的造甲木制成 方便移动 板块里外包着一层黄金 四周相有金牙边 柜子底部两侧各有两个金环 两根杠用金箔包着 并且穿过底部的金环 约柜的杠要一直穿在金环里面 不可以抽出来 不仅如此 约柜上面柜坐着两个金色的天使 基禄柏 他们面对面伸展着翅膀 中间形成的这个位子叫做施恩座 据说是上帝显现的地方 而约柜里面放的东西 第一个是石法板 第二个就是一额美尔的玛纳罐 也就是一个人一天的食物分量 这一额美尔的玛纳罐 是用来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中 40年来 上帝是怎样供应他们食物的 根据圣经记载 约柜只能远看 不能触碰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事情 一个名为乌萨的以色列人 因为触碰到约柜而被垫死 现代人听说约柜的威力 就脑洞大开 纷纷的进行推测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 理查德·安德鲁斯 一个年轻时制造家具的人 就按照圣经里的详述 制造了一个约柜的复制品 他和其他的一些人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约柜的设计 实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 能够储存电能 因为金这种金属 是最好的导电体之一 而木头又是最好的绝缘体 安德鲁斯说 如果以色列人 已经开始制造原始的虚电池 那他们不可能会有 比约柜更好的设计方案了 经过了一系列的测试 安德鲁斯证明 他复制的约柜 能够积聚和释放电荷 那么约柜真的是 某种原始的电容器吗 安德鲁斯认为 约柜与炎热的空气摩擦 会让它不断地积聚静电 就像汽车会在热天产生静电一样 电荷的力量取决于各种变量 例如湿度温度 还有旅程的长短 行进的速度 以及旅途颠簸的程度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电荷的强度可以致命 约柜不仅会发电 《立位记》中记载 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因为走入内殿接近约柜 结果被约柜发出的火柱烧死 如果约柜只是个电容器 那这个火柱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从摩西的记载可以推断 约柜就是上帝显现在人间的一个媒介 据《出埃及记》里记载 上帝曾经让摩西转告百姓 不要向他靠近 恐怕百姓因为不圣洁 而被神的威力所伤 每当上帝要在施恩座上显现时 圣索会从上至下发出一道光 这时候连摩西都不敢进入圣索 而百姓更是离得远远的 后来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 也曾经警告百姓 要离开约柜2000走的距离 看来约柜对一般的人来说 都是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我们发现 无论是上次我们谈过的以诺书 或者是在《出埃及记》里的记载 人类对上帝表现出来的都是敬畏的 甚至是害怕的 因为圣经里说过 人类是有罪的嘛 所以面对光耀无比的万能的神 都会感到害怕 除了杀伤力强大 很多人都认为 约柜是无所不能的 摩西去世之后 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 抬着约柜的祭司 脚踩入水 河水便断流 成了一条可以行走的大道 他们就这样渡过了约旦河 来到了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这个地方禁止外人通行 于是上帝指示众人 扛着约柜绕着城转 一天转一圈 一共要转七天 七天过后以色列人吹起了进攻的号角 与此同时城墙倒塌 以色列人顺势冲入城中 此后的约书亚利用约柜 在战争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最后到达了迦南地 就这样上帝的约柜 一直陪伴的以色列人 度过了在旷野的40年 其中还发生了 因为以色列人在战争中 过于自信而不相信上帝的事情 结果造成了打败仗 也因为这件事 约柜还被非利士人抢去 但是抢来的约柜 并没有给非利士人带来恩赐 反而带来了灾难 他们只好把约柜给送了回去 在公元前11世纪 大魏王将约柜带到了耶路撒冷 同时建立起了以色列犹太王国 以色列人正式结束了流亡生涯 在大魏死后 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 所罗门统治的时期 是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全盛时期 那时候的经济 贸易 政治和文化都发展到了顶峰 到了公元前955年 索罗门王挑选了三万劳工 耗时十多年 修建了一个存放约柜的神殿 而到了公元前586年 新巴比伦王国派出大军 攻陷了耶路撒冷城 灭了犹太王国 在这场战争中 神殿被大火烧毁 大批的珍宝也被抢夺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约柜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被抢了 不过在记录中所出现的 被巴比伦人带入本土的所有的战利品中 并没有提到约柜 如此珍贵的圣物竟然是指字未提 这很可能就说明 在这场战争之前 约柜就已经失踪了 那么约柜到底在哪里呢 英国学者格瑞姆·汉考克 在著作《失落的约柜》中 记载了他多年的追踪和考察 他认为约柜失踪的年代 很可能是在公元前687年到640年之间 也就是马纳西王和亚门王统治时期 研读圣经后更是可以确定 马纳西王是导致约柜遗失的罪魁祸首 因为他当时迷恋法术和巫术 把异教偶像引入摆放约柜的圣殿 汉考克猜测 马纳西王很可能命令人把约柜抬出圣殿 祭司们为了不让约柜遭到亵渎 便准备为约柜找到更安全的地方 汉考克后来根据线索 来到了非洲、爱塞俄比亚、塔纳、齐克斯岛 经过了多方面的验证 汉考克大胆地猜测 以色列人当年从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 带出约柜后 就沿着埃及的尼罗河 先来到埃勒伐坦建立了一座神庙 根据记载 神庙是以所罗门的圣殿为版图建成的 所以汉考克猜测 这个神庙很可能是用来放约柜的 而建庙的时期 大约是在公元前650年已经建成 而旁边就是埃及人的神庙 但是后来 由于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以色列人被迫离开 后来他们抵达到埃塞俄比亚 并选择在塔纳湖的东岸安置了约柜 800年后再送到阿克苏母的一座教堂中 约柜被送到阿克苏母城后 最后的落脚点是在西安山的圣玛丽教堂 约柜被安置在内殿 并由一名护卫僧日夜守护 护卫僧会委任一位僧人 在他死后继承他的职责 世世代代都是这样 1991年1月17日 汉考克再次来到阿克苏母 见到了当时的护卫僧 希望能够见到约柜 或者是获得更多有关约柜的信息 可是这位护卫僧手口如瓶 不愿透露半点消息 第二天晚上是当地的怀主险节 据说约柜会被抬出来游行 汉考克为了目睹约柜的真容便参加了 然而他却非常肯定 当晚抬出来的只是个复制品 因为约柜的护卫僧还是严守在教堂 别人抬着的复制品 很显然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汉考克看到他走入教堂 听见他低沉的倡导声 汉考克猜想 僧人很可能是在向约柜进乡 由于除了护卫僧 没有人会被允许接近约柜 约柜是否真的就在这座教堂 始终也是一个谜 关于约柜的去向 汉考克的考察可以说是挺完整的了 但是除了汉考克 在1982年左右 美国的探险家罗恩·怀特 也正在寻找约柜的下落 只不过他和汉考克不一样 因为据说怀特是真的找到了约柜 怀特的第一个发现 是从一块悬崖表面突出的祭坛石 据信这是早期基督教教堂的遗迹 可能建于公元一世纪 怀特说 这表明早期的基督徒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对于该地区的进一步探索 发现了从石头上切出的四个洞 这些被认为是用于罗马受难的木制十字架的立柱 怀特和他的团队继续挖掘 最终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洞穴网络 在那里他发现了消失了2000多年的约柜 怀特患癌去世前曾经接受采访 并描述了他的发现 他说他们在1982年1月6号下午2点找到了约柜 约柜埋在了耶路撒冷旧城的遗址之下 正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 当巴比伦人开始进攻耶路撒冷时 他们在城市的周围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围城墙 这样任何人都无法进出 于是以色列人建造了许多隧道 以便他们可以不被发现的在城市中移动 许多这些隧道今天仍然存在 并且以前在一些隧道中还发现了古代的文物 怀特说 神圣的约柜就被隐藏在一个地下室中 然后被密封并被遗忘了 怀特还说 他在检查洞穴时 注意到了地下室的天花板的裂缝中 有一种奇怪的黑色的干燥物质 裂缝就在约柜的正上方 似乎有一些黑色的物质 滴到了箱子外面的石壳上 于是怀特把这个黑色的干燥物质 拿去进行血液核心分析 没想到分析的结果非常惊人 我们知道 人体的细胞通常有46条染色体 23条来自母亲 23条来自父亲 在每组23条染色体中 22条染色体是常染色体 而另一条是性别决定的 决定性别的是X染色体和Y染色体 女性是XX 所以他们只能为后代贡献一条X染色体 而男性是XY 这就允许他们贡献X或者是Y 如果他们贡献X那就是女孩 如果他们贡献Y就是男孩 但是怀特在约贵的施恩座上找到的这个血液中 却发现了有24条染色体 而不是正常人该有的46条染色体 其中有22条常染色体 还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 这就证明了该血液所属的人 有母亲但是没有人类父亲 因为腹系染色体的正常贡献缺失 这时研究员问怀特这是谁的血液 怀特哽咽地说是弥赛亚的血液 值得一提的是 罗恩怀特在一生中找到了不少圣经中提到的圣物 其中最为人知的就是诺亚方舟了 这个在前几期的影片中我们也提到过 大家可以去看看哈 虽然如此 怀特声称上帝的干涉阻止了他拍摄约贵的任何照片 或者是视频展示 在他返回现场搜集进一步的证据时 怀特看到四位天使站在他的面前 他被告知关于什么时候可以公布这项发现 第一如果怀特足够虔诚 他可以这么做 第二当野兽的宴记生效时不久后 此事将被公开 对于怀特的这些发现 许多基督教徒都感到很高兴 但是同时他也遭到了各界的质疑 说他是个神棍 可是很多相信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据说他在挖掘圣物诺亚方舟和约贵时 也时常向上帝祷告 不管怎样 撇开约贵的真正的地点不说 其实约贵的故事 更多的是围绕在人对神的虔诚 以及神对守契约的子民的那种爱护 人不能索要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战争 地震 火山 海啸 瘟疫等等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需要祈求高级生命的庇护 无论是在目前的这场瘟疫中 还是历史上各大灾难中 我们都可以发现 人从来都是无力与神相抗 只能是虔诚的信仰 无论天成异象还是天降灾难 我想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警醒人 唤醒人 让人回到正信的善图 大家觉得呢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话就请按赞分享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